多的 那有些能坐在这儿 当然都是比较乖的一点 阿们 都不太敢反抗 所以你们就会住在弟兄姊妹之家 特会 也会来参加 但是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不是只有这样 主要我们里外都一致 这里外都一致马上就和我们的性情起冲突 阿们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但基督的性情 有没有跟你的性情调补呢 阿们 基督的性情 基督是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阿们 基督这个性情 跟我们调补的时候 就发现到很不简单 阿们 没有环境的时候 姊妹们唱诗歌曲都阿们 弟兄如果 不知道的话 都会说 那姊妹好单纯喔 等到佩达的时候 才会说 我们的姊妹 你怎么意见那么多啊 那姊妹不会 我们的姊妹说 弟兄 我以为他很有听 他都很霸道 都不听我们的感觉 什么时候讲都是 交通完了以后 弟兄有没有问题 那姊妹都不讲 弟兄 弟兄傻傻 他说感谢主 那我们就这么做 这就是弟兄 很傻 他都不知道 等一下姊妹就抱 弟兄姊妹 这既不是我们的光景吗 名为弟兄 你很单纯 对不对 感谢主 你的配搭 大家都 感谢主 可是我们也很喜欢 弟兄 很单纯 还笑眯眯的 笑眯眯的 其实弟兄 什么做事都没有 没有 好好计划 都已经该到 都还没有 该做的都没做 没做的做了一大堆 你看 我们讲 很有理由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摸走说 这跟神的性情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 我们背叛 首先的彰显 就是我们的话语 那我们就看 话语 就这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个 话语表现在哪 表现在随便 这是第九篇 有这样讲 随便什么 就是笑话 他随便 针天神的话 弟兄姊妹 一个讲话随便的人 你说感谢主 我这个人的性情 就是喜欢幽默 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 这不叫幽默 随便 随便就是 人背叛的彰显 一个讲话随便的人 不能代表 神 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 主常常 就来对付 我们这个人的随便 你想 如果你要代表一个人 一个国家的大使 或者是外交家 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用字 前词 都非常的受到约束 所以 如果我们要来代表神 来说话 你就会发现到 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性情 就是非常的轻乎随便 与着我们的轻乎随便 我们就任意 增添 增添 神的话 这就是下方的情形 如果神有光的话 你说主啊 我真是一个随便的人 没想到 我随便说话 竟然就是背叛的彰显 阿们 你可能说没有 我是为了让 刚刚整个聚会 或者我们弟兄 十分之后 你看 气氛很凝重 我们希望有一点的 带进一点的 活水进来 很不错 但是 在神的眼中来看 不是 你做什么 是你的出发点 在哪里 这随便 如果我们再有光的话 就知道 他是出一魂的 只要是出一魂的 就是背叛 夏娃 他背叛神 他并不是做什么坏事 只是他离开了 依靠神的地位 向神努力了 这叫做背叛 兄姊妹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 有时候 在重大的选择上 我们愿意交在主的手中 非常好 我们会成为 倚靠的人 但是神更拋望 不仅在我们人生的大事上 奉献给主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学习在 一些事上 来倚靠他 再来我们来看 人背叛的彰显是什么 叫做 宣扬 宣扬什么 宣扬人的示范 宣扬做权柄的示范 这就是 汉 挪亚的儿子 当时候 洪水过了以后 全世界 神就 另一个 做 权柄 就是挪亚 在挪亚之前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时候地上满了强暴 各位这么善良的人 活在当时候 一定都是被杀的 八八壮地 兄在内 可能都会被杀 人在地上 是满了强暴 所以神就用洪水来 审判那个世代 被审判之后 过了 这个洪水的审判 摩亚这一家人 借水 神在地上 重新立一个权益 这是 挪亚 当时候挪亚是 全人类的元首 可是因着 挪亚成功了 他 就 做起农夫 他就栽种葡萄园 葡萄园就表示那时候 生活比较悠闲 就像 各位弟兄姊妹考完 期末考之后 偏偏又加上特会 真是把我们许多想享受的都 难在这里 还要 还要起来分享 感谢主 反正今天分享完了以后 天下太平 太平之后就开始 上午看有什么好吃的 不是说不能看好吃的 庄弟兄 也没有背景别忘了 有时候也喜欢吃好吃的 我就发现 这个 生命读经上 这么讲 他说 有一个人 叫做 以撒 对不对 他年纪大了以后 告诉他的儿子说 他想要吃一点野味 平常都吃这些 吃腻了 看能不能吃其他的 那就是为什么 就是一个人成功之后 就会想要享受 享受 就会带来放松 阿们 放松 在神的眼中来看 我们许多肉体 就表现出来了 阿们 那时候 挪亚 他就 喝了苦好久 喝到一个地步 就醉了 醉了以后 衣服 都没有穿 弟兄姊妹 这就是 有时候我们的天性 一个人 可能 很谢主 有一件事情 你会很成功 这成功可能你带了 享养得救 谢谢主 左看右看 在这个学校当中 很谢主 主最祝福 我带了不少享养得救 那个弟兄姊妹身影 都没带很多救 那个姊妹表面很温柔 都没带得救 我带了得救最多 这个不是口中说出来 这是姊妹自己说的 所以神就会让你失败 感谢主 你所带的救祥 一意的离开了 你说这样好不好 感谢主 这样对你是敢拯救 至少知道失败 但是我在讲说 一个人成功之后 很容易放松 自己 摩亚 那时候放松 弟兄姊妹 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是 一个 福在权品之下的 最喜欢看见什么 最喜欢看见 做权品的事败 阿们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 我们会很多人 这样可以随便的 骂政府 或是骂地上做代表权品的 因为人在里面有一种情欲 就是喜欢 轻慢 辱骂 所以如果读 圣经 彼得后书 这里这么说 那些谁肉身 重污秽情欲的 轻慢 看处自知人 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 放松 我们对别人很多要求 但对自己 没有什么要求 放松情欲 所以当摩亚赤身肉体的时候 他的儿子 看见他 将赤身肉体 他竟然 他就出去把他父亲的失败 讲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他的失败带下了咒诅 各位弟兄姊妹 神常在这里 来试验我们 到底 我们有没有通过他的试验 他用什么 用做权柄的失败 来试验我们 哪些是做权柄的 可能在你们所在的地方 服侍者 没想到他们服侍者 看他起来讲 为主说话 都讲得那么好 他在私底下还唱 还唱 还唱周杰宇的歌 哇 你看这件事 然后不仅自己知道 还偷偷的告诉别人 我看见他了 还有 还有 不仅在这个 周杰宇的文贵人 可能有人说 可能有人说 还有还有什么 Jolene Lene 是什么 Jolene Jolene 是什么 大事了 要参加全时间训练了 阿妹 竟然 还听这种歌 你看 想一想就知道 难怪我们这个学校没盼望 有这样的学长 我们总共有盼望 都不像 都不像中山的 你看 你看中山的 个个都 刚刚讲 告诉大人 子妹 金领都去探索 全世界线 只有你看 我们这些 弟兄姊妹 这是什么 其实只是一种环境 常保我们摆在试验上 看到底 我们的心在哪里 阿们 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试验 阿们 他失败了 但是他另外两个兄弟 一个叫做什么 傻 傻 对 还有一个叫什么 傻 傻 不要写 这两位 你看神 就给他们祝福 所以同样在一种环境 一个做权柄的示范 就看我们的存心 我们需要被 作主呢 或者神 因着我们的遮盖 神把更大的祝福带给我们 还应许雅福可以扩展 还应许神 要做雅福的葬礼 如果我们有这种看见 常常许多的失败 我们的遮盖下来 我们不愿意再来说出任何背叛的话 神在这里就能继续的祝福我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讲这个 就愿意说 主啊 我们不是不会失败 但在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蛮有感觉的 其实在我的经历当中 如果 我没有失败 我常常不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因为我也失败了 彻底失败 我才这样主啊 原来在我里面是满了背叛 阿们 另外 再来讲 更可怕的叫做 毁谤 什么叫做毁谤 毁谤就是 本来 有一件这个事实 但是 他说出来的时候 不仅是 带着这一点的事实 还加上许多不该有的情形 批评到人的人格 而且 定罪 做了审判 这个叫做 毁谤 其实在人群社会上 弟兄姊妹 一个高尚的人 是不会随便来 毁谤的 可是你看 你今天看 地上 特别你看 水果日报 对不对 不管他是香蕉 苹果 他里面 这些记者 就是 记者就是 尽量把人的参巴挖出 然后 极尽的毁霸 努亚的日子怎样 神要来的日子也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地上就是 满了这种情形 阿美 那你说 感谢主 我这个人 我最喜欢看那种报纸 物以类聚 你喜欢看 水果日报 你就是 水果日报 那一种 所以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里面 就是喜欢 连上这种东西 你说没有 我看那个 中字报 中国时报 那个是不是 中 中国时报 我们一个弟兄就说 看中国时报 政治光 偏向南胜 你说没有 我想看三明治媒体 三明治媒体 偏向女神 弟兄姊妹 你在这里 德国政府做的怎样 你会不会去批评他 回恩弟兄 你看 这个德国 那个 那个总理是你的 是呀 是你的 因为 庄弟兄关心世界大事 所以知道他是你的 你看 那做了什么事 你都一点都不关心 对不对 因为那不属于你的国度 阿美 阿美 日本 这个 你会不会去批评日本的政治呢 可能他会惹我们生气吧 钓鱼毯 那我讲这个事 有一些国家 偏人 你就觉得那不属于 就不会去批评 弟兄姊妹 今天 主说我们的国度不属在地上 我们的国籍乃是在天上 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度 虽然我们肉身 我们有国籍 但是 当我们重生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国籍就在天上 既然我们是国度的子民 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所以呢 这世界 这地上的政治 做得怎么样 那不关我们的事 阿美 你说 如果是主的话 你就不会 好心啊 我自己做 我要吃三明治 我要吃汉堡 跑到律法院 你去那里 一面静坐 一面登基要吃什么 多丢脸 我们的公民权 是在天上 你要知道我们人的一生 你要我们将来 供应我们的 世主自己 他是一切 供应的源头 阿美 所以你将来的婚姻 你的工作 你将来退休金 人家告诉你说 有退导 叫什么 什么保和忘了 那个 公保 劳保 不知道 问了很多 人在地上 关心的是这些事情 但是 我们是属于主的 阿美 我们这一生 是主在看过 如果我们像百合花一样 我们单纯的依靠神 神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天空的灰鸟 有重 也不收拾 神尚且养活他们 另外地上的百合 他也不跟重 也不绑线 他所穿戴的 比所罗门的积极 反正强盛的时候 还要更荣耀 阿美 更荣美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神照顾 我们这一生 要说主啊 是你在照顾 在你年轻的时候 就需要这样来经历 阿美 你可以把自己 交给主 你会说主啊 我也愿意在我的 学生时代 或这时候 我愿意奉献给你 阿美 当你这样贡献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 真正养活我们的 施主自己 阿美 所以不要 你不要去看 这社会上 景气 情况如何 你要相信 施主在 照顾我 特别是在 赐福音书里面 有一天 主就对门徒讲 我们 门徒们说 我们到对岸去 门徒们上了船以后 就开船要往对岸去 没想到 在半路上就遇到了很大的风浪 这告诉我们说 主 要我们来跟从他 我们若照着主的话 我们来跟从主 在这个 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风浪 但是主在那里 他就 斥着风浪 就让风浪平行 为什么 这给我们看 他不仅是宇宙的管理者 阿美 他能平静风和海 他还是我们人生的管理者 阿美 如果你这样看 你就不会把地上的政治 看得那么重 阿美 你需不需要顺服地上的政权 阿美 我们需要顺利 阿美 因为地上 每一个权柄 都是神所设立的 阿美 其实尼托圣弟兄 他 那时候交通这个 后来有人就这样做见证 尼托圣弟兄 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顺服地上的政权 后来我们都知道 变成共产党 在中国大陆 统治 尼托圣弟兄 因着看见 必须服在这个政权之下 他后来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 在关监狱的时候 有人就 后来放出来 就为他做见证 那个弟兄 就讲说 尼弟兄当时在监狱里面 他有劳感教育 尼弟兄就 他是组长 就叫所有人说 每一个人大家分享看看 解放之后 你们有什么样的心得讲一下 讲积极的 不要讲消极的 弟兄姊妹 尼托圣弟兄被关到监狱里面 是因着他的信仰 而且也因着这个政权 不公平的对待他 可是在 他被关在里面 他一点 他都没有埋怨 而且他也没有抱怨 他反而在那里 阿顺 神主的安排 阿们 他就叫大家讲积极的 所以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叫做 让我爱 而不受感叹 唱的时候觉得怎样呢 记得十几年前 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 为了要录制这首诗歌 他们参加福音书房的 这个诗歌班 他说那暑假期间他们唱完这诗歌 最后一堂唱完了以后 大家出去抱着大家痛苦 让我爱而不受感叹 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然后宁可凄凉 宁可呼呼 受理讯 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阿们 你们唱的时候是怎样 唱的时候会不会想哭呢 会想哭 你想倪弟兄写这首诗歌说 唱给大家听 是不是叫大家哭呢 不是责啊 所以 有一天倪弟兄 在那信息里就讲 然后弟兄姊妹 一个顺服神的人 是不会哭的 当主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哭 谁哭呢 就是在十字架底下的人 大家哭成一片 为什么 因为被钉十字架 主耶稣还可以安慰人 没有被钉十字架 那些姊妹在地上哭了 为什么 因为很不公平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如果在你的遭遇当中 你常常哭 比较多 就表示 你没有钉十字架 你是在十字架底下 如果唱让我爱 我不受感淡 越唱越想哭 就表示 你是趋向最低能量 最大乱度 你并不是活在神的生命 跟性情里面 我们神的性情 有一点叫做隐藏 我们父的性情喜欢隐藏 他说如果你在隐秘中 祷告 我务必在隐秘中 报答 我们主的性情 是喜欢舍己 喜欢服侍人 而且不受推崇 你越跟主这样的生命调和 跟性情调 里面就越唱快 如果唱这首 越唱越想哭 表示你跟神的性情是 是违反的 阿们 阿们 什么样你唱的时候 想哭的时候多呢 还是越唱越觉得 主啊 我真是不配啊 我真是希望你来扩大我的度量 阿们 讲到这里 就想说 为什么 我们会违反 当时候撒旦背叛的时候 他就在带着 宇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 背叛 这三分之一的天使 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说 这个龙叫做什么 Tray Dragon 是不是 Tray Dragon 他就是拖拉的意思 这有当撒旦 他背叛的时候 有一班天使 跟从他 这一班是 跟从撒旦 就有三分之一 就被他拖拉下去 这个拖拉 就说出了背叛 拖拉表现在哪里 拖拉表现在 有时候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心情都这么不好 服事者都很多要求 很不合理 竟然说 特会 特会 祝弟兄姊妹之家 都要报名参加 没有报名参加的 都要交通 有没有很不合理 你们弟兄姊妹之家 有没有这条规定 有没有 有 有这条规定 定这条规定 你看 哎呀 什么叫做拖拉 这个理由 就开始出来 所有的奖礼有都是拖拉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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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兄姊妹之家 姊妹之家 或者基督徒 其实早上起来享受主 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为什么要这么律拔 为什么要不一定这个时间 我们是睡到自然醒起来来说 更享受吗 为什么要不一定这个时间 为什么要不一定这个时间 坏坏坏坏坏坏 理由理由理由 弟兄姊妹 一个讲理由的人 通常都不太喜乐啦 因为不讲理由的人 不受推崇 不受安抚 感谢主 操练 感谢主 这种就很喜乐 阿伯 那如果不感谢主 主耶稣 阿们 好 感谢主 这个以后 那子妹在服侍 吴光廷弟兄来视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 整我们的服侍者 故意澄清的时候 不分享 那吴光廷弟兄来看的时候 你看这子妹服侍得很差 将来把他调走 我们这里面 看到很多污秽可耻的事情 不是我嘛 是我以前就是这样 那 圣经有一个人叫做 亚撒龙 你们听过亚撒龙 有一个龙字吗 亚撒龙 对大卫的儿子 亚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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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撒龙有一个特点 他有非常漂亮的头发 一个男人 留长头发 而且很漂亮 他常常整理他的头发 头发是一个 圣女人的荣耀 没想到跑到这个男人头上 他也觉得很荣耀 弟兄们 主啊 有时候主借着你做一些事情 我们不要窃取神的荣耀 他就梳头发 没想到要打仗 他头发还梳一梳 去打仗 人家打仗是骑马 他骑着驴子 去打仗 头发弄得很漂亮 结果 打仗应该在平原 他跑到树林里面去 结果 头发就很长 就被树子 树枝 勾住了 他就整个人 吊起来 鱼子 不听话就走了 还不知道主人不在 结果亚撒龙就 硬着头发 又细又长又漂亮 就长 纠缠在树枝上 后来他就被约牙杀死 弟兄姊妹 什么叫托拉 就是理由 很多理由 我们会讲出来 都是 都是非常有理由的 不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都是很有理由 要知道 这些就是你的头发 纠缠 越纠缠的越多 我们这个人 就越来争战 我们这一生 主把我们安排在一个赛程当中 这个赛程不是跟别人争战 通常都是跟你里面的仇敌争战 我们里面的仇敌常常 搅扰我们 叫我们不能顺服 叫我们里面翻盘 压撒龙 就是这样 所以 有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 主啊 我这么多的理由 即使是 越讲理由 主就越离开我 阿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 在照会生活中 我们呢 就是 感谢主 不讲理由 你说 可以不可以交通 姊妹们可以不可以交通 姊妹们不敢讲 你也讲出来会被曝光 弟兄们可以交通吗 可以 可以喔 你们都敢交通吗 不敢 对不对 你们都是接受命令 对不对 因为吴光廷弟兄是学法律的 跟摩西差不多嘛 没想到来 林绍峰弟兄听话跟他同学 怎么办 以后我们大学生活怎么办呢 我又高年级 我是不是应该翻出弟兄姊妹之架 我先好好着想一下 撒旦都给我们这些很好的建议 就叫你死与非命 最好就是主啊 感谢你 以后 光廷弟兄 这样认真 激情带领我 常常不顾 脸面 不顾 我们的感觉 叫我们能够为你挣扎 所有人得胜者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自己所见证 他们虽 至于死也不爱惜 自己的 浑生命 对 也不爱惜自己的 浑生命 浑生命都是 浑生命都是在我们里面的头脑绕来绕去 我们想 你说 我也会这样 但是我们越操练 我们越说主啊 感谢你 我们今天 我们求主来 让我们 学习来 认识 我们越顺服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为什么会讲这个 在这个宇宙中 我们看到阿姨也叫做全力 新耶路撒冷 告诉我们说 新耶路撒冷的维持是 这个新耶路撒冷的 神和羔羊的宝座 因着神和羔羊的宝座 就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来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 小心耶路撒冷 所以在我们里面应该有 神和羔羊的宝座 阿姨 宝座就代表 是什么 就是全别 宝座不是只有在天上 宝座也要在我们的里面 阿姨 凭着有宝座在我们里面 有时候我们想说 就说不出来 到最后最好就不要说了 不要说 可是在我里面 很痛苦就好像 下棋的人说 观其不语 真痛苦 哪有真君主 都是真痛苦 都很想说很想说 该不该说 应该要说 为什么 因为在 使徒行传 曾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福华 就那时候使徒 还有那时候 当造会生活 他们遇到了一些的 嚼嚷 这些嚼嚷 为什么要解决 所以就 有一次就在 耶路撒冷 有一次的会议 这一次会议 你可以看到 各种不同的 弟兄子 弟兄们都来 有些人是 高举律法的 他们讲起来的话是非常 听起来是非常的刺耳 你坐在那里呀 你们这种人一定听得都会溃疡的 对呀 高举律法的人 在这里告诉你 遵守律法 你听起来会不会 觉得很有压力 不会吗 很有压力 对不对 主啊 不要说很有压力 只要说开选 我们马上要传福音 有亚洲的福音节起 你想 那不叫节起 那叫做 亚洲的失恋起 对不起啊 说出你们的心声 我就想说 到底 每次这种环境在那里 就试验我们 对我们也会有回难 也会有反不上的时候 但是我们都可以在交通当中 交通就是把你的感觉说出来 有时候你为自己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够不上 我要交通出来 其实这个交通 会使我们在 一种平衡 当中 我们交通 我们敞开 但是 记得 在交通的时候 千万不要 不要 通常交通都会有理由 千万不要 不要 这个 只伤骂怀 你只能讲我自己的光景 我目前是这样 弟兄们 我这样 可能你够不上 是 够不上 因为我 爱世界 所以我够不上 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度量还没有到哪里 那你可以不上 想说 你看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 大事了 该摆上 都不摆上 他的子妹 我一直祷告 我一直祷告 有什么用 他跑掉了 子妹们 你们祷告越迫切 弟兄跑得越快 奇怪 你们得笑什么 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形吗 因为我遇过 我知道 我曾经在一个学校 那学校 子妹们都很刚强 打告到一个地步 子妹们说 要尽此打告 弟兄 我 压力就很大 子妹们那么迫切 要尽此打告 弟兄 我都吃不下 他们打告的时候 我子妹的祷告 那声音又很迫切 又很高昂 弟兄在那里 饭都吃不下 只有跑到外面去 骑脚拉车 到处去逛 等到子妹祷告完了 才羞羞慘慘的回来 我们 好不好 弟兄姊妹 我们 有什么 合适的交通 其实我们祷告 我们也需要说 我们祷告不是定罪 不是批评 我们祷告 我们交通 都需要在很合适的灵里面 到时候这个就让我们的交通顺畅 所以 顺从 权贬 其实就顺从神和羔羊的宝座 甚至我们在招惠生活中 我们顺服 带领我们的 彼此顺服 都会叫我们里面 带来生命的水 阿们 阿们 所以 卫里比书 他就告诉我们 他说 应当一谷 罢灵律 只要凡事 借着 祷告 祈求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必在基督 耶稣里保为你的 信怀意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实在需要得着安慰 我们很多的理由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纯心 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够不上 我们可以跟主讲说 主啊 我够不上 但是不要 就讲了很多的理由 那也不要纯心去批评别人 当我们这样跟主之间是敞开的 跟服事者 跟 其他的肢体是敞开的 基督的平安就成为我们的仲裁 是 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蒙召 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蒙召的 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个平安 如果我们在一个平安里蒙召 我们就可以跟其他肢体 平安的交通 什么叫做平安 平安就是你来看到这位弟兄 我看到这位姊妹 里面不会有疙瘩 谢主这位弟兄说 搬出去 好 谢主搬出去 过几天说要搬回来 感谢主再搬回来 住几天要搬出去 你要说好 感谢主搬出去 过几天要再搬回来 好 感谢主 再搬回来 你说这个 那弟兄之家怎么可以这样 弟兄之家是 请问招惠生活可以不可以 不想聚会 去外面逛一逛 然后再回来才能聚会 可以这样吗 可以啦 因为我们都软弱的时候 最刚强的都这算第一派 有时候 有时候也会软弱的时候 我们是 弟兄姊妹之家 其实是操练过 身体的生活 不是过一个标准 照会生活 是过身体的生活 只要是身体的生活 所有身体的所有就在你所住的地方 阿们 身体会发生什么事 你那里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那如果我们 越享受主 底下他就说 当教众人知道你的 谦让遗人 主是敬等 当我们跟主之间 我们享受多了 我们就有一种 谦让遗人的光景 什么叫谦让遗人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谦让遗人 会让人家觉得舒服 不会啊 一进来之后 就马上 在备战状态 你们看到圣徒一进来 会不会有备战状态的情形呢 都没有吗 有没有呢 看到福祉者进来 会不会觉得马上紧张起来 感慨都还 感谢主大家平安 很平素 没想到牧师者一走进来 感谢主 阿们 耶稣 见人说人话 见服侍者说尊敬的话 同备在一起乱说话 我今天讲的跟 跟你们生活有关系是什么 是我们神在地上 设立许多的权柄 我想你们都知道 但是呢 我们常常推翻了 主在我们里面做权柄 所以就会觉得过起来很不舒服 那这也是主在我们一生中 来调和我们 我们来越向主敞开 所以这就是保佛所讲的 他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一直在做一件事 一直要来 涂抹 高油的涂抹 涂抹我们 刚开始我们并不能舒服 但非常特别 我们向主敞开 涂抹越多了 慢慢我们这个人就顺 刚开始我们都不一定是平顺的肢体 刚住进来 弟兄姊妹之家大一的进来 你看他们讲话声音是不是最大声 都敢乱讲话 还敢开服侍者的玩笑 都不知道我们这个服侍者 我们看到他都不敢讲话 大一的进来 都搞不清楚状况 壮来壮去的 几年下来之后 他慢慢害学乖了 但这学乖并不一定是正义的 所以他说这一生 我们都要让主 在我们的性情上来跟他调和 阿们 权柄在我们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 首先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阿们 然后呢 当我们越过的时候 性情 基督的性情 也要构成在我们里面 我们首先基督做生命 我们接受主在我们里面做生命之后 再来我们让基督构成 让基督构成 就是我们里面 很多不符合神性情的 在我们里面是顶撞神的 神 基督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一再的来构成我们 这个构成你要认识 神对我们 神是连 神是灵是什么 神是灵说出了 他的身位就是灵 我们的人位是火 所以我们 只要在魂里面 我们就是被派 阿们 神的身位 是灵 我们什么时候能处 只有我们回到灵里面 当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跟神调和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来享受他 我们在灵里面 向主敞开 这个敞开的越多 主在我们里面 一直的涂抹 就越加越多 阿们 所以 因着我们享受了 主看我们变化不多 就会兴起很多的环境 什么叫做环境 环境就是 神在他的光中 他知道我们应该遇到什么样的事 我们永远不知道 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变化 没想到在弟兄之家 大家公认我会最会神眼的 没想到今晚有一个弟兄进来 竟然比我更会神眼 这个做什么 这个主要就是让你看见 主啊 原来在我里面有一种性情 是推搬神权柄 窃取神 神借着这个过程 要来变化我 阿们 还有你的父母亲 啊 谢主 主 安排最好的父母给你 又是你的服侍者 阿们 这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儿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的儿子有一天听到说 爸爸你要承 你要 加入青少年服侍 他们一声叹息 啊 主啊 主啊 只要我出现的地方 我孩子都会自动的跑掉 那这个 主就会 用力量的环境来训练他们 我们可以跑来跑去 但是主是怎样 主在他的光中 知道我们需要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阿们 主安排一些人 做你的服侍者 你的父母亲 甚至你的老师 这都是神在他的光中所安排的 阿们 那你们有没有人在做专题的 没有啊 有啊 谢谢主 做专题的 就会安排 那个老师我里面的office 他是主统 我里面的office 啊 主啊 等到你十分顺服的时候 那你说主在什么时候安排我可以离开 通常 是这样 你觉得照会生活最甜美 你跟所有的人相处最好的时候 这就是主在 这个环境中 让你成熟 自然而然主就把你带离开了 如果说我很想要离开 这表示我不顺服神 我用脚踢刺 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主就安排另外更大的环境在那等你 你说哦怎么那么不公平 法罗就说 他是摇将 你是泥土 你干嘛泥土会讲话 只有摇将可以讲话 你不要有理由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信主信错了 我没几年 我还不几次知道 我还天使见错了 我不应该出生的 阿们 但是这由不得我 感谢主 阿们 由不得我 感谢主 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束缚一下 主啊 由不得我 马上就很喜乐了